我就說,What the hell? 我是Paul Niam PDC就做了這個規例 就是說真的阻止不到一萬人 一個次可以開心心喝酒和看飛鏢 他們可以出聲,我們控制不了 否則你真的搞不定 所以就跟我們的錶手說 你們一定要自己去應付這個問題 我第一次去打PDC的時候 我就說,What the hell? 在後面,不然他不管你 你扔的時候,他就 Come on,Paul Niam 我就這樣喝了 你應付到,應付到是你了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很多人就應付不了 就會有點慌,有點緊張 那次在新加坡比賽 我的朋友看著我扔的 我覺得我有點問題了 他拉到我一邊 我正在等的時候 他說,Pull your socks up 那我就OK了 我撥我的 socks up 其實一撥了我的 socks 原因是因為改變了我的想法 感覺都不一樣了 那我就上去扔 就好像回到平常 感覺到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點的經驗 對於一個錶手來說 其實可以試一下 到有壓力的時候 你無法失敗的 因為你保持著 是更糟的 所以我覺得試一試 我的未來 其實我現在還是很競爭的 很注重比賽 很注重我的進步 我就好一點 我穩定一點 多一點殺氣 打得好 因為到一天 我覺得我沒有這個心 沒有這個火 我就可能會停 比賽是 因為比賽一定要有心和有火 一定 好是一件事 但你沒有火 沒有心 沒有用 我的未來 就是一直打比賽 再看看能打多少年 又打多少年 對著我不打的時候 我都會接觸飛鏢 我可能會做教練 可能會幫助飛鏢標誡